性恶篇第23 深度探讨人性的善恶 这一章节中,荀子明确提出人性恶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向于私欲的,这就涉及道理及语力他的矛盾。 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和修习道德来意志和转化这种趋向,最终实现个人的道德提升和社会的和谐。 人生来就是坏的,表面上看起来好的都是假装的。 因为人生来就喜欢占便宜,所以会争夺别人的东西,不会让别人。 人生来就讨厌别人欺负自己,所以会残害别人,不会忠于信用。 人生来就有听觉和视觉的欲望,喜欢听好听的声音和看好看的东西,所以会乱搞男女关系,不会遵守礼仪和道理。 如果按照人的本性和情感去做事,就会造成争斗和混乱,最后都会死光。 所以,一定要由老师和法律来教化人,有礼仪和道理来指导人,这样才能让人让步和合作,遵守秩序和道理,最后才能安定社会。 从这个角度看,人的本性是坏得很明显了,表面上看起来好的都是假装的。 就像狗木要用工具才能变质,钝金要用刀子才能变利一样。 人的本性是坏得要用老师和法律才能变正确,要用礼仪和道理才能变安定。 古代的圣王知道,人的本性是坏的,会造成不正确和不安定的事情。 所以,他们制定了礼仪和道理,设立了法律和制度,用这些东西来改造和引导人的本性和情感,让他们都能做正确和安定的事情。 现在的人如果接受老师和法律的教化,学习文化知识,遵守礼仪和道理,就是君子。 如果放纵自己的本性和情感,随心所欲的做事,为反礼仪和道理,就是小人。 从这个角度看,人的本性是坏得很明显了,表面上看起来好的都是假装的。 孟子说,人学习的时候就显示出本性是好的。 我说,不对,你不懂人的本性,也不分辨人的本性和伪装的区别。 本性是天生的,不能学习,不能改变。 礼仪是圣人创造的,人可以学习而有能力,可以努力而有成就。 不能学习,不能改变,而存在于人的,叫做本性,可以学习而有能力,可以努力而有成就的。 在人的,叫做伪装,这就是本性和伪装的区别。 现在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看东西,耳朵可以听声音,眼睛看得清楚不离开眼睛,耳朵听得清楚不离开耳朵,眼睛清楚和耳朵清楚,不能学习清楚。 孟子说,现在人的本性是好的,只是都失去和忘记自己的本性了。 我说,如果是这样就错了。 现在人的本性,生来就远离了自然和原始,远离了自己的资质,一定会失去和忘记它。 从这个角度看,人的本性是坏得很明显了。 所谓本性是好的,就是不远离自然和原始而美好,不远离自己的资质而有用。 让自然和原始对美好有贡献,让心意对善良有贡献,就像眼睛看得清楚不离开眼睛,耳朵听得清楚不离开耳朵一样, 所以说眼睛清楚和耳朵清楚。 现在人的本性,饿了想吃饱,冷了想暖和,累了想休息,这些都是人的本性和情感。 现在人饿了看到饭还没有吃完,但不敢先吃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别人。 累了,但不敢要求休息的时候,一定是要替别人。 像孔子对父亲让座位一样,弟弟对哥哥让东西一样,像儿子替父亲工作一样,弟弟替哥哥工作一样。 这些行为都跟本性相反和情感相违背,但这些都是孝顺儿子该做的事情,理义和道理该有的规范。 所以顺着本性和情感就不会让别人了,让别人就跟本性和情感相违背了。 从这个角度看,人的本性是坏得很明显了,表面上看起来好的都是假装的。 有人问,如果人的本性是坏的,那礼义从哪里来的? 我回答,礼义都是圣人伪装出来的,不是天生就有的。 就像陶浆用泥巴做成器皿一样,器皿是陶浆伪装出来的, 不是天生就有的。 就像木匠用木头做成器皿一样,器皿是木匠伪装出来的,不是天生就有的。 圣人用心思考,习惯伪装才创造了礼义和法律。 礼义和法律是圣人伪装出来的,不是天生就有的。 像眼睛喜欢看美丽的东西,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声音,嘴巴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心里喜欢得到有利的东西,身体喜欢享受舒服的事情, 这些都是人天生就有的本性和情感,一感觉到就自然产生, 不需要别人教导才有的。 如果感觉到了但不能自然产生,需要别人教导才能产生的, 叫做伪装,这就是本性和伪装产生的不同表现。 所以,圣人改变本性而做出伪装,伪装出来了才有礼义, 礼义出来了才有法律。 所以,礼义和法律都是圣人创造出来的。 所以,圣人和一般人相同的地方,不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是本性。 所以,圣人和一般人不同而超过一般人的地方,是伪装。 像喜欢占便宜而想得到东西,这是人的本性和情感。 假设有兄弟分家产的时候,如果顺着本性和情感, 喜欢占便宜而想得到东西,那就会兄弟争吵。 如果遵守礼义和道理,那就会让给别人。 所以,顺着本性和情感就会兄弟争吵, 遵守礼义和道理,就会让给别人。 所有人都想做好事,是因为本性是坏的。 像想要多的少付出,想要美好不想要丑陋, 想要宽敞而不想要狭窄,想要富有而不想要贫穷, 想要尊贵而不想要卑贱, 如果自己没有这些东西,就会从别人那里拿。 像有钱但不贪心,有权力但不骄傲, 如果自己已经有这些东西,就不会从别人那里拿。 从这个角度看,人都想做好事,是因为本性是坏的。 现在人的本性,本来就没有礼义, 所以要努力学习才能有。 本来就不懂礼义,所以要用心思考才能懂。 所以生下来就没有礼义,也不懂礼义。 没有礼义就会乱七八糟,不懂礼义就会胡作非为。 所以生下来就胡作非为和乱七八糟。 从这个角度看,人的本性是坏得很明显了, 表面上看起来好的都是假装的。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好的, 我说,不对。 古今世界上所说的好事情, 都是正确合理和安定平静的。 所说的坏事情, 都是偏颇危险和胡作非为的。 这就是好坏的区别了。 如果真的认为人的本性, 都是正确合理和安定平静的话, 那还需要圣王干吗? 还需要礼干吗? 即使有圣王和礼义, 也不能比正确合理和安定平静更好了吧。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 人的本性是坏的。 所以,古代圣王知道人的本性是坏的, 会造成偏颇危险和胡作非为的事情。 所以,他们设理了君王的权利来管制人, 创造了礼义和道理来教化人, 制定了法律和规则来管理人, 加重了刑法和禁令来阻止人, 让天下的人都能做正确合理和安定平静的事情。 这是圣王的管理, 也是礼义的教化。 现在事实看去掉君王的权利, 没有礼义的教化, 去掉法律和规则, 没有刑法和禁令, 然后看看天下的人怎么相处。 如果是这样, 那就会强者欺负弱者而抢走他们的东西, 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而嘲笑他们, 天下的人都会胡作非为而互相残害, 不用多久就会灭亡。 从这个角度看, 人的本性是坏得很明显了, 表面上看起来好的都是假装的。 所以说古代的事情一定要跟现在的事情有关系, 所以说天道的原理一定要跟人事的现象有证据, 所有的论点都要有辩论和证明, 有符合和验证。 所以做着说的话, 站起来可以实行, 张贴出来可以执行。 现在孟子说, 人的本性是好的, 没有辩论和证明, 做着说的话, 站起来不能实行, 张贴出来不能执行, 这不是太错了吗? 所以本性是好的, 就不需要圣亡了, 不需要礼意了。 本性是坏的就需要圣亡了, 需要礼意了。 所以用工具才能让木头变直, 是因为木头不直, 用老师和法律才能让人变正确, 是因为人不正确。 从这个角度看, 人的本性是坏的很明显了, 表面上看起来好的都是假装的。 直的木头不需要用工具就直, 是因为本性直。 弯曲的木头要用工具才能变直, 是因为本性不直。 现在人的本性是坏的, 要用圣亡的管理和礼意的教化, 才能变正确和安定。 从这个角度看, 人的本性是坏得很明显了, 表面上看起来好的都是假装的。 有人问, 礼意都是伪装出来的, 是不是人的本性? 所以圣人能创造出来, 我回答, 不对。 像陶匠用泥巴做成瓦片一样, 瓦片是泥巴吗? 陶匠的本性吗? 像木匠用木头做成器具一样, 器具是木头吗? 木匠的本性吗? 圣人对礼意也一样, 他们用心思考和伪装才创造出来。 所以, 礼意都是伪装出来的, 怎么会是人的本性呢? 所有人的本性都一样, 像姚舜和杰咒一样, 像君子和小人一样。 现在你要把礼意都是伪装出来当成人的本性吗? 那还有什么理由尊敬姚羽和君子呢? 所有尊敬姚羽和君子的理由, 都是因为他们能改变本性, 能做出伪装, 伪装出来才有礼意。 所以, 圣人对礼意都是伪装出来也一样, 像陶匠用泥巴做成瓦片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 礼意都是伪装出来的, 怎么会是人的本性呢? 所以, 看不起节奏和小人的人, 是因为他们顺着本性和情感, 随心所欲的做事, 只想贪图利益和争夺东西。 所以, 人的本性是坏得很明显了, 表面上看起来好的都是假装的。 天不会特别偏爱曾参笑, 以而不管别人, 但魏石魔, 曾参笑已能做到孝顺的实际行动, 而且保持孝顺的名声呢? 是因为他遵守礼意, 天不会特别偏爱祈鲁的人, 而不管秦人, 但魏石魔在父子之间和夫妇之间, 秦人没有祈鲁人那么孝敬和分明呢? 是因为秦人顺着本性和情感, 随心所欲的做事, 不重视礼意, 难道他们的本性不一样吗? 路上的人都可以像大禹一样吗? 怎么说呢? 我说, 大禹之所以能成为大禹, 是因为它能做到仁义和法律, 所以仁义和法律有可以知道和可以做到的道理。 路上的人也都有可以知道仁义和法律的资质, 也都有可以做到仁义和法律的条件, 所以他们都可以像大禹一样。 如果认为仁义和法律没有可以知道和可以做到的道理呢? 那就是只有大禹不知道仁义和法律, 不能做到仁义和法律了。 难道路上的人都没有可以知道仁义和法律的资质, 也都没有可以做到仁义和法律的条件吗? 那就是路上的人都不知道父子之间该怎么做, 也不知道君臣之间该怎么做。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 路上的人都知道父子之间该怎么做, 也知道君臣之间该怎么做, 所以他们都有可以知道仁义和法律的资质, 也都有可以做到仁义和法律的条件, 这在路上的人身上很明显。 现在让路上的人用他们可以知道仁义和法律的资质, 可以做到仁义和法律的条件, 取了解仁义和法律可以知道和可以做到的道理, 那他们就都可以像大鱼一样了。 现在让路上的人好好学习, 专心一意, 思考仔细, 每天努力不停, 积累善心不断, 就能通达神明, 和天地相应了。 所以, 圣人是人努力积累而成就的。 有人说, 圣人可以努力积累而成就, 那其他人都不能努力积累吗? 我说, 不是这样, 可以做但不一定能做。 所以, 小人可以变成君子, 但不愿意变成君子。 君子可以变成小人, 但不愿意变成小人。 小人和君子都可以互相变成对方, 但不愿意互相变成对方, 是因为可以做但不能强迫做。 所以, 路上的人可以像大鱼一样, 是这样, 路上的人能像大鱼一样, 不一定是这样。 即使不能像大鱼一样, 也没有妨碍可以像大鱼一样。 向脚可以走遍天下, 但没有人能走遍天下。 像工匠、 农夫、 商人都可以互相做对方的事情, 但没有人能互相做对方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 可以做和能做是很不一样的, 不能互相代替是很明显的。 姚温顺说, 人的情感怎么样? 顺回答说, 人的情感很不好, 你还问什么? 有老婆孩子了, 就不孝顺父母了, 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就不信任朋友了, 有官位钱财了, 就不忠诚君主了。 人的情感啊, 人的情感啊, 很不好, 你还问什么? 只有贤者才不会这样。 有圣人的知识, 有是君子的知识, 有小人的知识, 有奴隶的知识。 圣人的知识很多很丰富, 一天到晚讲他们的道理, 说了千百种不同的话,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圣人的知识。 是君子的知识很少很简洁, 讲话有条理有规则, 像用绳子来量东西一样准确, 就是是君子的知识。 小人的知识很虚伪很反复, 做事不政治不合理, 做了很多事情都后悔了, 就是小人的知识。 奴隶的知识很杂乱很无用, 什么都会一点, 但没有什么用处。 做事很快很细心但不重要, 不在乎对错, 不讨论趋值, 只想赢过别人, 就是奴隶的知识。 有最高级的勇气, 有中等级的勇气, 有最低级的勇气。 世界上有道理, 敢于坚持自己。 古代圣王有道路, 敢于实现自己。 不跟乱世的君王走, 不跟乱世的百姓走。 仁义在哪里, 就没有贫穷困苦。 仁义不在哪里, 就没有富贵融化。 世界上认识他们, 就想跟世界上一起分担苦难和快乐。 世界上不认识他们, 就孤独地站在天地之间而不害怕, 这是最高级的勇气。 礼貌而节俭, 诚实而信任别人, 不看重钱财, 贤者敢于推举他们而尊敬他们, 不孝者敢于帮助他们而废弃他们, 这是中等级的勇气。 轻视自己而重视钱财, 逃避灾难而想尽办法保命, 不在乎对错真假的事情, 只想赢过别人, 这是最低级的勇气。 古代有好功, 好见好见好马, 但如果没有修理和使用就没有用处, 人也一样, 虽然有美好和聪明的本性和心智, 但必须找贤明的老师和朋友来学习和交流。 找到贤明的老师和朋友来学习和交流, 就能听到谣顺与汤的道理, 就能看到忠心敬让的行为。 自己变得正确和安定而不自觉, 是因为他们的影响。 现在跟不好的人在一起, 就能听到欺骗和诈欺的话, 就能看到肮脏和淫邪贪逼的行为。 自己陷入罪恶和危险而不自觉, 是因为他们的影响。 有句话说, 不知道他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看看他的朋友, 不知道他的君主是什么样的人, 看看他的左右手, 这就是他们的影响啊。 这就是他们的影响啊。 君子的人性恶论, 提醒我们意识到 人性中的自私自利的一面, 并透过学习和道德修养, 努力克服和转化这种趋向。 这是一种自我觉察, 自我改进和自我提升的人生哲学, 强调了道德教育和修习的重要性, 也体现了君子对个人和社会和谐的追求。 这一章节中, 荀子详细描绘了 君子的品格与修习方法。 荀子认为, 君子应该具备人义理智等品质, 并且不断地透过学习与修习, 使这些品质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和态度。 此外, 他还强调, 君子应该尊重他人, 关心社会, 并在生活中体现道德理想。 天子是最高的君主,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他统治全国, 没有人能跟他敌对。 他走路, 不用自己走, 等待有能力的大臣来辅佐他。 他说话不用自己说, 等待有职责的官员来传达他的命令。 他不用亲自看, 就能知道事情。 不用亲自听, 就能听到消息。 不用亲自说, 就能让人信服。 不用亲自想, 就能明白道理。 不用亲自动, 就能完成工业。 这就是最完美的境界。 天子的地位最重要, 身体最轻松, 心情最愉快, 志向没有阻碍, 身体没有劳累, 尊贵没有上限。 诗经说, 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王者的土地, 天下所有的人都是王者的臣民, 就是这个意思。 圣王在位时, 按照正义来治理国家, 那么士大夫就不会做出乱伦淫乱的事情, 百官官员就不会做出怠惰漫漫的事情, 老百姓就不会有奸诈怪异的风俗, 也不会有盗贼罪行, 没有人敢违反上面的禁令。 全国都清楚地知道, 偷窃不能让人腐游, 杀害不能让人长寿, 违反上面的禁令不能让人安全。 如果按照政府的规定做事, 那么人们就能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不按照政府的规定做事, 那么人们就必然遇到自己讨厌的东西。 所以刑罚很少用, 但是威力很大。 全世界都知道做坏事的话, 就算躲藏逃跑也不能免于惩罚, 所以都会承认自己的罪过, 自己求刑。 尚书说, 每个人都是自己招惹罪过,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刑罚符合罪过才能威和人, 不符合罪过就会被人轻视, 绝位符合贤能才能让人尊敬, 不符合贤能就会让人鄙视。 古代的刑罚不会超过罪过, 绝位不会超过德性, 所以杀了他的父亲还能让他的儿子做臣子, 杀了他的兄弟还能让他的弟弟做臣子。 刑罚不会因为恨罪人而加重, 绝位不会因为爱心人而增加, 各自按照真实的情况来处理。 这样做好事的人就会受到鼓励, 做坏事的人就会受到阻止, 刑罚很少用, 但是威力很大, 政令很明确, 而且教化很有效。 传里说, 一个人有福气, 千万人都受贿, 就是这个意思。 乱世就不一样了, 刑罚超过罪过, 绝位超过德性, 以家族来定罪, 以示带来举险。 所以, 一个人有罪, 他的三族都要被灭掉, 即使他有顺的德性, 也不能免于同样的刑罚, 这就是以家族来定罪。 祖先有贤明, 后代就一定出名, 即使他们做的相劫, 咒一样坏, 还是要被尊敬, 这就是以示带来举险。 以家族来定罪, 以示带来举险, 虽然想要没有乱世, 可能吗? 事情说, 百条河水都沸腾了, 山顶都塌险了, 高高的岸变成了谷地, 深深的谷地变成了山丘。 可连现在的人啊, 怎么都不知道改正错误, 就是这个意思。 讨论圣王的法治, 就能知道什么最重要, 按照正义来处理事情, 就能知道什么最有利, 讨论知道什么最重要, 就能知道怎么养活自己, 处理知道什么最有利, 就能知道怎么行动。 这两件事是判断是非的根本, 是决定得失的原因。 所以, 成王对周公没有不听从的地方, 知道什么最重要, 桓公对管仲没有不采用的地方, 知道什么最有利。 吴国有吴子虚这样的仙人, 却不愿意用他, 结果国家被灭了, 这是没有珍惜仙人的后果。 所以, 尊重圣人就能成为王者, 重视仙人就能成为霸主, 敬重仙人就能保住国家, 青史仙人就会失去国家, 古今都是一样的。 所以, 要尊重贤人让他们发挥才能, 不分贵贱, 不分亲书, 按照年龄大小排列次序, 这是先王的治国之道。 所以, 尊重贤人让他们发挥才能, 那么君主就会收到尊敬, 下面的人就会安心, 贵贱有分别, 那么命令就会顺理执行, 不会混乱, 亲书有区别, 那么师会就会合理进行, 不会违背道理, 长幼有次序, 那么事情就会快速完成, 而且有休息的时间。 所以仁慈的人, 就是做到这些的人, 正义的人, 就是分清这些的人, 节制的人, 就是在生死关头, 坚持这些的人, 忠诚的人, 就是认真小心做好这些的人。 如果能够兼顾这些方面, 那就是完美了。 完美而不自大, 一直保持自己的善行, 这就叫做圣人。 不自大了, 所以天下没有人跟他争功劳, 而且愿意接受他的善意帮助。 他拥有很多东西, 但是又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一样, 所以天下都尊敬他。 事情说, 君子有礼貌, 不会做出过分的事情, 他不会做出过分的事情, 所以可以治理四个国家,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章节中, 荀子以君子作为道德修养的典范, 让我们明白了努力提升自我, 追求道德完善, 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的方向。 他认为, 透过不断地学习和休息, 我们可以逐渐克服自身的缺陷, 定将高尚的道德品质融入日常生活, 这就是一种追求自我完善, 和成为更好人的人生哲学。